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参加了六次世界赛 然后 这个数字和C9的Sneaky选手其实已经一样多了 参加六次世界赛有什么感想吗 感想就肯定就是每一次来到世界赛都会很开心嘛 然后会和很多很强的对手去交手就会学习到很多吧 然后也会就是让自己进步很多嘛 就是每一次来到世界赛都是就是不一样的经历 不一样的感受吧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来到这个舞台 都是来挑战自己和突破自己的 就希望自己今年能拿个好成绩吧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EDG在LPL赛区的夏季赛中 险些在与JDG队伍的比赛中被淘汰 就是趋于这个赛嘛 然后经历如此曲折的旅程来到世界赛的舞台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心情就是肯定就很开心就也很复杂嘛 因为就是险些被淘汰嘛 就说明就是 嗯 就是对手都在进步嘛 就希望就自己队伍和自己 就之后能更努力的训练 然后打得更好吧 嗯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如果成功进小组赛 呃 常常比较想进哪一个组 就是因为你们一定会被分进A组或者C组 嗯 说实话就觉得进哪个小组都无所谓吧 但还是比较想碰到DAFT的 所以说和DAFT和Pound 所以说还是更想进C组遇到KT 嗯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呃 这次世界赛你的目标以及整个队伍的目标 就是想就是打就是只要嗯 尽力尽全力去打好每一场比赛吧 然后去呃 发挥自己的实力 然后去突破自己嗯 打了好就行了